金融東岸廣場風暴持續延燒 民進黨金融市議員放出吹哨者錄音檔 直指金融二姓邀及各分行主管 要求所有員工在8日每人交出4個名單 要連署罷免民進黨議員 二姓集團 大家都可以知道它是誰在管理的 實際上的經營者是誰 其實就是我們金融市長謝國良 這就代表謝國良市長 公開發起他的企業 該開發動他的企業 來罷免我們金融市議會民意機關最高的首長 就是我們的一個議長 原來謝國良市長有另外一面 陰暗的那一面 龜龊的那一面 充滿了心機跟計算的那一面 痛批市長證件跳票 卻還進行政治清算 以被點名罷免的議長童子偉來說 罷免門檻第一階段 要有1%的選舉區 選民提議連署 也就是得超過337位 再來要10%連署 最後有效票要大於不同一票 而且至少要超過原選舉人總數的25% 才會罷免成功 國民黨金融市黨部主委也坦言 因為民進黨及其側翼網站 在網路發動罷免市長謝國良 因此組織一個反制罷免市長的行動小組 目前鎖定5位基隆市議員 我也認為對他提出相關連署的團體 應該要冷靜並立即停止 我們兩個都是以核為貴 希望雙方平息紛爭 市長喊話雙方忍進 只是東安廣場這把火越燒越旺 恐怕雙方支持者都難以輕輕放下 進行文中